- 國傑 - 國傑 - 歡迎國傑 - 請來到舞台上 - 我們先跟Cathy一起進行合照 - 來 麥克風先給我 - 還好耶 因為我覺得啦 - 我是平常新看這些金鐘獎 - 對 我 - 我覺得我已經入圍 - 已經很感謝評審 - 還記得我這個演員 - 說實在我覺得我自己不會得獎 - 然後 所以我就沒有抱著一個太大的 - 期待去 - 對 說不定有驚喜 - 就是進去的時候 - 可能不小心得罪了主管 - 那因為我們的職位是Server - 就是要去服務客人 - 我才可以拿到小費 - 沒錯 - 那我因為得罪他了 - 所以我就連續被排了兩個月 - 數刀叉跟洗廁所 - 實力堅強 - 而且我們團隊真的也很讚 - 來 六位一起這裡 - 好 六位一起看一下 - 再問一下那裡有沒有面試過 - 我倒沒有面試過 - 但是我以前在美式餐廳工作 - 也是從南部上來的 - 對 - 然後就是進去的時候 - 可能不小心得罪了主管 - 那因為我們的職位是Server - 就是要去服務客人 - 我才可以拿到小費 - 沒錯 - 那我因為得罪他了 - 所以我就連續被排了兩個月 - 數刀叉跟洗廁所 - 喔 哇 - 所以這個直想當中 - 這種不小心的無意的舉動 - 真的會有可能被罷免 - 但是也因為這個樣子 - 所以是要自己奮發向上 - 對 - 我記得我第一次 - 要跟導演見面的時候 - 對 - 然後我還沒有看過劇本 - 然後我那時候 - 就一直在想 - 聽導演闡述完這角色 - 覺得怎麼這麼像我自己 - 真的嗎 - 就是因為我之前演的角色 - 都是跟暖男這種差別很大 - 喔 - 然後都是比較 - 比較熱血 - 然後比較衝動 - 但是這一次是我真的 - 很感謝我們的CASTING小P - 還有導演 - 然後找回去演這個 - 我一直都沒有演到過的角色 - 然後我記得有一天拍一拍戲的時候 - 導演就說 - 你會幫你女朋友做便當嗎 - 對啊 - 我說不然她要吃什麼 - 就是我覺得 - 沒有 因為... - 這不是很正常 - 理所當然的答案耶 - 對 - 王波姐聽過做過便當 - 你說 - 不然她要吃什麼 - 不然她要吃什麼 - 不然她要吃什麼 - 複製貼上喔 - 複製貼上喔 - 是的